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来看二年级科学 第七课 电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也认识认识什么是电路吧 完整电路 同学们可以看看桌子上有什么 干电池夹 干电池 灯泡 开关 电线 还有灯泡座 这些就是组成完整电路的元素 而其中干电池 灯泡 和开关 是一个完整电路最主要的元件 而干电池有分为正极跟负极 而电线就是用来连接电路中每个元件 让它形成一个完整的电路 这个图 就是完整的电路图啦 首先你会看到有干电池 它是用来提供电流的 还有的就是开关 它是负责接通或截断电路 第三 看到灯泡 它是用来发出光亮的 而其中的电线就是连接各个键 使它形成一个完整的电路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几组电路中 有哪几组的电路的灯泡是会发亮的吧 首先是A组 A组的灯泡会发亮吗 不会 因为电线没有接好 电传不过来 灯泡这里 形成一个完整的电路 B组呢 B组也是不会 原因跟A组一样 是电线没有接好 导致不能完成的通电 C组呢 C组也是不能的 因为干电池的方法放错了 干电池必须 正对负 或者是负对正 而不是正对正 或者负对负 这样子的方法 会使到电无法从干电池中 出来 干电池便无法提供电流 那D组呢 D组也是不能的 同学们都可以看到 灯泡坏了 坏了的灯泡是不能发亮的 那E组呢 D组可以 因为E组是一个完整电路 而且电线 会不把元件连接在一起 当电池的方法 也放对 开关 也是关着的 就是接通 所以 E组的灯泡 是会发亮的 F组呢 F组也是不行的 因为F组中的开关 没有按下 所以截断了电路 使电流无法通过 所以灯泡也是不会发亮的 所以我们学会了 电路中的灯泡 不会发亮的原因 首先第一 电线没有完全的连接 第二 开关没有被按下 第三 干电池装置错误 第四 灯丝损坏 也就是被烧坏 第五 干电池的电量耗尽 第六 电线断裂 七 灯泡没有正确的装置在灯泡座上 现在我们来认识认识 电导体 而电的绝缘体吧 在我们的生活中 其实有很多物体 都能代替开关 可以让电流通过 使灯泡发亮 那就是 电导体 电导体可以让电流通过 电导体包括 金介质 维行针 刀片 盐水 铁钥匙 钢匙 铅笔芯 这些物体 都能让电流通过 使灯泡发亮 也就是电导体 而不能使电流通过的呢 我们就称为 电的绝缘体 电的绝缘体包括 书本 毛巾 木齿 石油 橡皮 玻璃瓶 和塑料瓶 这些东西 都不能让电流通过 所以 电导体是可以让电流通过 使灯泡发亮的 电的绝缘体 则不能 Toshima明白了吗